北京时间7月27日下午 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拉开大幕 在率先上演的女子双人三比板决赛中 中国组合陈奕文 昌雅妮披挂上阵 一总成绩337.68分获得第一 成功为跳水梦之队拿下金牌 夺得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开门红 陈奕文和昌雅妮两人 都是生涯首次参加奥运会 来到巴黎赛场 两人成功延续前辈们创造的辉煌 扛住了争夺跳水手筋的压力 由此 中国跳水队也完成了在奥运会女子双人三比板项目 连续六届夺冠的壮举 东京奥运会周期 为中国跳水队担纲女子三比板重任的是 施亭茂和王涵两位老将 而两人也用包揽单双人金牌的成绩 给自己的奥运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老将淡出之后 新人接过了接力棒 来到巴黎奥运会周期 陈奕文和昌雅妮成为了承担起这份期待的组合 作为梦之队辉煌历史的延续者 这两位走到台前的新人也没有让所有关注他们的人失望 从2022年的市井赛 世界杯 到2023年的亚运会 市井赛 世界杯赛事 再到2024年的市井赛和世界杯 只要他们携手站上大赛的跳板 就绝不会让金牌旁落 虽然两人都是在巴黎才第一次站上奥运会赛场 但在此前几年的时间里 他们早已经历了国际顶尖大赛的一次次磨练 并一次次证明了自己 或许也正因如此 常雅妮才会在赛前训练时感叹奥运会的氛围既熟悉又陌生 奥运会的竞争和市井赛等大赛相比并无本质差别 但对于奥运金牌的渴望 又让这一切变得尤为特别 但无论如何 对于这项备受观众和运动员自己期待的赛事 两人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在陈一文看来 站上奥运赛场 调整好心态非常重要 我以为自己会比较紧张 但感觉还可以 比之前更能做到平常心 没有那么多波动 他在赛前表示 来都来了就是全力以赴 这是他的比赛宣言 而在赛场上 他也的确拿出了足够出色的发挥 就此和搭档昌雅妮一起 为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荣誉部再添一笔 在巴黎奥运会周期国际大赛屡屡摘金的情况下 陈一文和昌雅妮的巴黎征程 得到了许多人的期待 在蒙特利尔参赛期间 昌雅妮的肩伤爆发 跳下去我都动不了了 但当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觉得胳膊这么多年一直这么疼 就让他疼 结果会诊的时候说 让我歇三周 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 我是一个训练不太能停的运动员 因为没什么天赋 只有靠努力才能让自己站稳脚跟 再苦再疼再累都不是事 所以诊断结果出来的一瞬间 对我来说就像暴击 我从来没有停过这么久